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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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这场比赛 现在狐狸梅是2比6 落后 如果今天跟丁琳打呢 能不能把丁琳耗到后面 如果耗到第四局第五局第六局 以后他有机会 如果在前面他要不好的话 如果丁琳赢得很快的话 他就没机会了 因为他这种打法 就是以反手为主的 只有先反手 让对方的体力 这个各方面消耗尽了 这个时候他有机会 所以一般小球选手 上来第一局都不是很好打 往往对方打你打得很惨 第二局 但是慢慢慢慢的 你只要缓过来了 对方慢慢的体力下降了 球拉得也不是很冲了 这个时候你慢慢就开始有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在内蒙古的俄尔多斯 它那个地方有高原反应 是的 那个销球呢是比较有力 风球呢打不出劲 对这个是一个方面 对这个是一个方面 因为乒乓球啊 受这个气候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个是海拔 第二个是温差 湿度也会受影响的 如果说在高原地方打 球速比较快 那么削球手 削过来球 要比平时要赚得多 你不好打 是一个 如果说湿度比较大 那个球啊 他就是打起来 往下坠 会打滑 甚至于太吵的时候 这样11比4 丁宁先胜了第一局 刚才黄领队呢 也多次介绍了 销球打法 它是一个慢热性的打法 越打到后面 才能够充分发挥的 发挥这个打法的一些优势 那么作为攻球来讲 它的体力啊 它的这个进攻啊 都会下降 是的 所以现在呢 就是第一局 丁宁是11比4先胜 那么反过来讲呢 就是说丁宁这个运动员 毕竟他经历过很多 大赛 大赛 所以这个大赛的感觉 你比如这个 这种场地 这个场合场面 和你在厄尔多斯 那个比赛 又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心态也不一样 所以呢 今天福利们呢 如果对丁宁的要看 他怎么想 他如果说能够放下包袱 对吧 还是一种拼的感觉 能去投入去 那他有机会 如果他觉得 我曾经赢过你 因为是上一届 路透单的单打冠军 那我到的时候 那他可能男主就加大了 而且呢 其实杨颖刚才一开始讲的也很 就是说年轻队员 你在厄尔多斯你可以 你换个地方 而且你是在世界景标 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有电视转播 有那么多的观众 那么这种一种 气氛下的时候 它是绝然不同的 好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丁宁和狐狸梅的第二局比赛 不过客观的讲 我觉得黄领队 就是丁宁打消球呢 他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他有他的局限性 这个不怪丁宁 就是他本身自己的条件 他的力量 本身就不行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就爆发力差一些 但是他反过来讲 他也有 他的优势 比如他相持能力 他的中远台的周旋能力 他的跑动能力等等 但是他的力量不足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他打消球 他必定会吃力 应该说杨颖说的呢 是正确 就是说他以前 一直以来打消球不是很好 这个是在对面 我们是很明确地知道的 尤其在奥运会之前 伦敦奥运会之前的 一年多 两年时间一面 在大量的 这个在训练消球 让他提高 那么其实通过了奥运会 之前的一系列锻炼到奥运会 应该说他打消球呢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但他的力量 比如他正少的力量 就突然性的那种爆发力 还有待继续地提高 但是总体来讲呢 比过去呢 要好得多 因为打消球 他不是仅是一个力量 力量是一方面了 那他还有几种战术 我搓也是一种战术 我拉掉也是一个战术 我拉拉拉拉再冲 也是一种战术 或者发抢也是一个战术 就是说看他的战术 用得怎么样 那么像他这么情况 就是他多变化 多使用战术 那他机会 看他是什么类型 你比如说 让我感觉到打消球 最让人觉得痛快的 比如说横派选手 以前的那个李菊 奥运冠冠军李菊 李菊打消球 他本身就是正手好 他杀伤力强 有力量 还有旋转 是吧 那么他对消球呢 他也会打 所以他打消球 你感觉到是十拿九稳 对 把这个消球是握在手上 想怎么打怎么打 但他的打法 跟丁宁也是一样 但就是先天的条件不一样 但李菊的周旋能力 又不如丁宁 李菊的防守能力 不如丁宁 李菊那是杀伤力大 那丁宁的杀伤力 那一板球下去的时候 没有点那个李菊打 但他的综合 就像你说的 他的综合能力 应对能力 要周旋能力 要强一些 所以每个运动员 他都有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风格 所以什么事都不能求全 又要周旋能力强 这个相持能力强 还有杀伤力要特别狠 现在定赢的是6比3领先 今天资产球应该是从定赢来讲 他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因为毕竟在厄多斯尽管有高原的原因 但是他曾经输过 所以到了这比赛的时候 他的准备工作还是比较足的 据我了解 因为是自己的队员 我们也都在关注他们准备情况 胡林梅在小架 他肯定也在回忆 在看录像 他怎么打的 同时丁林也在总结 三两次输输在哪 那么从第一第二局来看呢 这个小将狐狸梅 我觉得就说大赛场上的那种气势啊 现在这个小将出生凝毒不怕虎在场上那种气势 表现的还不够 好像比较沉闷 或者说自信不够 因为他毕竟年轻啊 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乒乓球最高的一个舞台来表演 所以呢 有些胆怯 胆怯是吧 你不像这个丁林他们是 已经在这个舞台上的已经是主人了 是一种明星的风范了 他走出来他就有一种自信 现在狐狸梅在第二局还是大比分落后 4比9 丁林领先5分 今天丁林的整个战术用的是比较好的 我们看一下 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回合并不是很多 他的落点打得很好 再一个他突然性比较强 其实真正打到这样的情况下 对丁林并不是好事 慢慢拉慢慢拉 他以前是这样 上两次 拉到后面体力全部拉垮了 完了力量这个动作动作也走形了 也变形了 就是说今天没有这么上来就磨 对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球 击半这种来回多的不算 他加强了我觉得节奏上加快了 节奏落点和突然性 原来他喜欢丁林喜欢打小球拉距站 拉距站 拉距站对 是的 像这种球一般防守攻球都不怕 对 所以这一局 你看落点拉得很好 刚才他这个拉中 那这个球就是要反制对方耗你 我记得在二多四的时候 丁林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 也是耗耗耗把他耗回来了 最后耗了整个一个变形了 所以今天应该说丁林 从刚才我没打之前 下午他在打双打之前 我在训练馆 我过去找他去路过的时候 我问了他一下 我怎么样准备的 结果我看他非常严肃 发现认真 他说我已经看录像了 我就觉得他已经非常认真 投入的在准备 好球 他现在看来狐狸们也适应一些了 狐狸师妹也减少一些了 不要上来 他丢的比较 东一个西一个丢是吧 所以这就是运动员的一种 精力 年轻鹅山是慌的 所以五位师傅会增多 但他定下来以后 淡定以后 他慢慢进入角色以后 他的五位师傅减少 就看这局丁林能不能拿下来 丁林非常聪明 有大赛经验 9比4 9比5领先 把9比7叫暂停 他知道这局很关键 对 这一局你看他已经连续输了三分了 他如果说能拿下来 那他后面他就好打得多 如果说第二局领先这么多 如果被追平了 那后面他要消耗他体力就大了 因为丁林打消球啊 今天的感觉比以往都好 就并不是说他现在领先 是说他这个打得怎么怎么好了 不是这个 关键是他会打 你看他整个 激战术用的好 对 他的节奏 他拉球的节奏 他不是说干使劲 干发力 或者说完全就是靠稳 或者完全乱冲都没有 他这个是稳中有胸 拉球的节奏也加快了 然后呢 拉球的这种快慢节奏 靠速度 是吧 对 靠这种突然的加力 对 突然的这种快拉 来给狐狸梅制造麻烦和威胁 所以这种感觉 就是说打消球的这种点是找到了 是的 来看看现在丁林在第二局 观众朋友 您收看的是第52届十几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32进16 16分之1的争夺 你看如果是一般的比赛 可能丁林啊 他就不会叫暂停 接着打接着打 对方翻回来 那对他来讲 又开始重新锻炼 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实力强硬对手 或者对手是个年轻的队员的时候 你在领先的时候 你在全两局你把他拿下的时候 对方基本上就已经没什么自信 你没信心了 你就好打了 但是如果说你们水平在差不多 或者说在决赛 半决赛的时候 那他在全两局不会轻易地叫暂停的 他都想用到这个暂停用到火候的时候 所以看来丁林啊 今天是做了最充分的 最严密的准备和防范 第二局就叫暂停 现在打成了10比8 丁林还有两个赛点 局点 你看这个球就很突然 力量身不大 但它突然 这样11比8 丁林是2比0 领先于狐狸梅 我们还是广告之后 继续为您带来 十几平方九几秒赛 狐狸梅是中国队参加 本届师比赛年龄最小的队员 没有参加过拼超联赛 没参加过国际比赛 甚至没有世界排名 这些标签 让身为女拼陪练的狐狸梅 更具有了神秘色彩 我感觉我有点偏内向 当时比较喜欢看 竹子鹤打球 但是我不可能 成为她那样 狐狸梅能参加世拼赛 最为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她在队内选拔赛中 两次战胜上届世锦赛冠军 丁林 而此前她正是丁林的陪练 我感觉我们打上 通过那个选拔赛打上 就是有一定的运气 毕竟我感觉我跟他们 一队还是有差距 水平上有一些 通过拿到这些门票 增加了我自己的信心 自信心 所以应该对我以后 咱就会有报应 本届世拼赛上 狐狸梅在预选赛里 两个4比0轻松战胜对手 进入正赛 而她在正赛第一轮 再次轻松过关 显示了稳定的状态 第三轮比赛 狐狸梅将再次跟丁林展开较量 绿悬赛里的黑色奇迹 还能再次上演吗 去能去参加肯定特别高兴 兴奋 然后就看我自己能打成什么样 狐狸梅应该是把萧球的节奏 送得又长又慢 然后给丁林空间 让她去判断这个旋转 要斗她打 有时候尽量斗她打 用这样一种迂回的战术 狐狸梅削得很低 劈下去 好球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丁林她不吃旋转了 这个和萧球打 最怕萧球就是说 我看不清她的转与不转的旋转 而丁林呢 她把拉球的节奏加快之后 她就不存在旋转问题 我借你的劲 你旋转没出来 我就给球已经拉出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狐狸梅呢就显得没什么办法 我只有快销快销这样快销 如果她能放慢节奏 像张细林指导原来介绍的 海底捞月 是吧 我把节奏放得慢悠悠的过去 我把旋转搞足了 这样的话 才能使得比赛啊 会产生一些变化 今天应该说丁林打得比较耐心 不好弄 你看能弄回来 她不着急 第二个刚才其实前面 杨颖说了一个节奏 掌握比较好 这个是非常对的 就是丁林今天的拉球 跟以往的拉球有所不同 观众朋友可以细细细看去 她偶尔也会有 跟以前一样 就一路节奏 一路旋转的拉 死拉 她今天的拉球 她有快与慢 拉球的节奏 去破坏了 胡立梅的这种站位 所以她又想赢钱 销得低一点 转一点 但是她有时候一突然 她又来不及 然后呢 有时候短 有时候长 这个是把胡立梅 打得相对乱一些 所以她销的时候 她不是很定的一种旋转 一种节奏去销下去 两种旋转 两种节奏 甚至三种节奏 在销球 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 也希望您参与 我们 atcctv5官方微博的互动 今天参与的话题呢 是女单第三轮 叮咛狐狸梅 谁将成功晋级 来赢取精美的礼品 那么手机用户呢 均可发送9至1066 9999185 全场将有三名幸运观众 将获得洋和蓝色经典提供的 天之兰大礼盒 及千元现金大奖 现在小匠狐狸梅啊 有些着急 也有些懈怠 绷不住劲的感觉 0比2落后 现在3比6 一个是呢 它的拉球啊 现在就是 狐狸梅的 削转 攻 不起什么作用 第二个呢 它 它削的时候 丁宁在连续拉的时候呢 也不吃它旋转 而且在 拉的过程当中呢 丁宁是 这个节奏加快 你看突然加厉 对 这个就是说丁宁在打销球上 有一个 飞跃式的这种 突破和进步 以前你看到 哎呦 慢 在跟那摸 摸摸 搓呀搓呀搓 你都看着都觉得累 今天打销球 让人耳目一新 而且今天 从场上来讲 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注意看 通过电视画面 看我们的小店狐狸梅 这孩子很可爱 可以说 他在 这一次比赛 其实他打的真的不错 他在小组预赛当中 他一场上过关了 到了正赛 他也过两个 今天对丁宁 但是今天还有个问题 什么呢 他打的不顺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越来越着急 他不稳 不踏实 在场上 不定 就是说 那么 这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说 今天的比赛 没有教练 因为我们中国队历来 自己跟自己打的时候 哪怕是决赛的时候 我们教练都不上 所以今天呢 没有后面的教练 那么他 一个人在上面 他更慌 他什么时候该暂停 什么时候该慢一点 如果有个场外教练在后面叫他 又不一样情况 所以 在恶多斯的时候 他们在内部打的时候 他们是主管教练是上去的 但在世界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 只要自己打 我们都不上教练的 是 不过黄领队 我觉得补充两点 一个是呢 狐狸梅呢 这个 球上 我觉得归根 结底 他这种球 放到大赛上 放到世界锦标赛 这么大一个场面上 还是感觉到 年轻啊 底子薄 还是薄 他的物质基础不雄厚 没有物质基础 技术 毕竟在我们要肯定 从狐狸梅来讲 他能够从二队打 但是他毕竟你看 他刚刚从二队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你要说在大赛上 他有很好的建树 那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 看到了他一种精神 这也是没什么办法的 现在狐狸梅是 非常的下风 这样定睛11比5 大比分3比0领先 我们还是广告之后呢 将继续为您带来 第52届世评赛 女子单打32进16的争夺 品味经典 感受激情 蓝色经典天之蓝 邀请您关注体育频道 精彩赛事 身体是自己的 也是家人的 少喝一点 胃健康 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敬牌公司 透气爽冷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封股酒王 邀您共同见证 国求荣光 丰功伟业 穿红过 碧酒城府 江山地 地醉酒多 封股酒王 三比零领先了 丁宁现在我觉得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 之前黄岭队也能感觉到 就是说一是丁宁很重视 比较紧张 我呢 是看他出场的时候 一种沧桑感 就是一下好像老了几岁 本来很年轻 是吧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呢 到底啊 这个打到目前为止 还是感觉这个丁宁毕竟经过了很多大赛的洗礼 他毕竟已经是一个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了 所以他跟你认真玩命的时候 他的东西还是厚实 他一个他厚实 一个狐狸梅呢 他底子还是薄 就能感觉出来你 到大赛中 那他年龄也小 他也是在二队 这一局看上来呢 你看这种球黄岭 如果第一局 狐狸梅能打成这样的水平 减少失误 能缠住丁宁 那今天比赛的走势和方向 就不是会像现在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拿一个讲话来比喻的话 你比如说一个讲台 你做老师也好 或者让你做一个领导也好 做一个发言者也好 你上去的时候 你第一次你第二次 肯定慌的在上面不知道讲什么 其实狐狸梅就是这个概念 刚参加这种大的比赛 这种舞台上 他肯定有不定的有些慌 但丁丁毕丁讲的多了 对吧 就像一个老师 他天天讲个 他已经知道在讲台上 他应该讲什么了 尤其他备课以后 那么这个就容易了 这样子他不会轻易地乱和慌 没错 来 狐狸梅的反手 大家注意是长交 长交是越消越转 越转 消过来比较飘 那么黄领队我觉得 如果说这场球放在 他和丁丁 比如像在厄尔多斯那样的 也就是他们第一次打 没准狐狸梅也可能还好一些 这种我觉得心态都会起变化的 当时的厄尔多斯 他是没有抱希望的 他是全副放开了去拼你的 加上你高原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你看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场上的时候 他在反攻叮咛的时候 或兜叮咛的时候一个球 他的旋转就下降了 但高原球啊 在高原打球 他兜过来旋转很强 拉过来球旋转也快也强 所以当时叮咛失误也比较多 在他拉的时候 反攻的时候 那今天在平原上呢 情况又有些不同 好球 叮咛清脱 拉住 好的 加力 发力 漂亮 打到这样的话是没办法了 但是我觉得狐狸们如果说 能够打成这样的一种相持 每一个球的六七板七八板 他还是 那情况又是不一样 如果他在前五板以内 就被丁宁打死的话 他机会很难 是 不过从这场比赛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丁宁啊 对自己的要求和追求 都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么我们也由此能够看到 丁宁在这次世界锦标赛当中啊 也是非常肯定的说就是奔冠军去的 这场比赛如果丁宁能够顺利的晋级的话 那么会对他接下来的比赛 这种自信啊 包括整个场上的发挥 会加一些砝码 那肯定的 因为资产球如果他 尤其他如果能够4比0 能够赢的资产球 我认为对丁宁后面的比赛 一定有好处 因为什么呢 他打开了 对吧 打开的同时 他的体力消耗还不算大 但如果你要打满奇极 奇极的话 丁宁要赢了 但是对丁宁的消耗也会很大的 是 所以他能够4比0 最好4比0 不要往耗自己的体力和精力 所以还不能放松 而且这次比赛呢 我们从分组的情况来看 中国女队在上半区的话 是5个选手分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上半区的话 大区的话 丁宁和李小霞是在一个区的 他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在半决赛 他们要相遇 那么上半区呢 还有朱宇林 不是 有陈梦 有五颜 有丁宁 有李小霞 有狐狸梅五个 那下半区先对担保 只有两个 只有个刘思文和朱宁宁 嗯 我们看到 嗯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狐狸梅啊 确实 应该说 非常的被动 在这场比赛当中 应该说从第一局到现在 还没有 找到一个 好的办法 打成了那种感觉 好像狐狸梅是 这个 丁宁成了狐狸梅的克星了 但是我觉得 呃 狐狸梅呃 还是不错的 你看在三比 落后的情况下 这六比二的 他没有放弃 那他仍然兢兢业业的 能够打赢一分 试一分 这小将来讲 这种精神是 必须的 那你不能说 你到了大赛 你到了 你一看没戏呢 你就很随意了 往往运动员在这个时候 落后很多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 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也很自卑 但是如果他去 增心每一分 就是在这个舞台 不是说你轻易呢 你也是通过 你自己的选拔打出来的 你每一个球 你都要去增心去 那对你将来 你才有 再次有机会 到这个舞台来 嗯 现在七比二 在这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目前五个单向的 一些情况 混双已经产生前八 女双三十二 女单 大家看到 就是在打三十二 进十六的比赛 男单呢 是进程最慢的 就是前六十四 只打了一轮 男双呢 也已经 产生了 十六 那么女单三十二的情况呢 上半区大家看到 丁宁 狐狸梅 法国的现一方 朴 朴 盛兴 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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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朴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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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很多这个圈内的 有经验的一些资深记者 和各方面的球迷朋友 预测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王林队您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今天这种比赛 当真到了这种大赛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一个厚一个薄 到这个就知道谁厚谁薄了 那这种厚一薄的概念 也就是说要在平时的 技术上的不断的磨练 同时还要在各种各样的比赛当中 的这种积累 最后你在最高舞台你才能够后 没错我们也希望小江狐狸梅 不要气蕾 这个还要一步一步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 努力的成为世界最顶级的选手 我们期待他以后的表现 那观众们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 稍后呢我们就回到北京的演播室 好谢谢 最好给我拿两袋兵 我冰下膝盖和肩 最好给我拿两袋兵 最好给我拿两袋兵 我冰下膝盖和肩 我冰下膝盖和肩盖和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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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冰下膝盖和肩盖 感谢观看